絕對幫不完 因為這個世間越來越苦 越來越多災難 為什麼 人世間的殺業太重了 再來 貪嗔吃的惡業太重了 昨天我們在那邊等著要坐車子 等了一個鐘頭 在餐廳 隔壁有個印度小孩子 才兩歲多 打坐打好 運動幹嘛 玩手機 這樣 打坐的姿勢 玩手機 玩得很專心 他爸爸跟他叫老半天 他不理他 印度人 他老爸只好把手機搶起來 他只好跟他走了 現在小孩子 連小孩子都在培養強烈的欲望 所以這個世界不可能不亂 因為世界唯心走 所以我想因為如此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幫助他們 我個人的想法 我個人的想法 雖然我們 一直想要幫助世界 幫不完 但是後來我想到一句話 我師父給我講了 一個不快樂的人 沒辦法給別人究竟的快樂 雖然我們在幫別人 但是我們要學弥勒菩薩一樣 學技工佛佛一樣的快樂自在 心平靜 顯現快樂 然後去幫助他 讓他覺得 沒什麼大不了的 你再大的災難 再大的痛苦 沒有問題 各位這很重要 你千萬不要去看一個病人 你怎麼讓車撞到 你是怎麼痛苦 他還要再講一次給你死 然後這邊哭好幾遍 就像一個小孩往生 你去給他探 他是怎麼死的 他媽媽又哭一遍給你看 那是很殘忍的事情 所以我在這一點我就覺得 雖然我們 沒有很大的能力去幫助他們 我剛剛講的包括慈濟 全世界的錢給我們 我們也幫不完 但是 一個平靜快樂的心 是可以馬上給他的 錢是有限的 錢是一個善小方便 但是一顆平靜快樂的心 讓他感受到 快樂可以當下得到的 生病可以得到快樂 貧窮可以得到快樂 得癌症也可以得到快樂 臨命中也可以得到快樂 那我想這個是永恆要做的 自在的慈悲 所以 要這樣的就 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師父啊 怎麼辦 哪怎麼辦 要去極樂世界還怎麼辦 去吧 所以我很喜歡講笑話 再嚴重的事情 講笑話 幽默 自在 因為我師父給我交代了 你不快樂 沒辦法給別人快樂 這一點啊 是 我在慈濟裡面啊 感覺到了 感覺到什麼 很認真 但是 有一點壓力 有一點壓力 有一點 好像我做了 怎麼都不認同我啊 所以 我想在這一點 超越它 做我們一定要做 哪是全世界都在 毀謹我 批評我 批評我 不認同我 我還是快樂的做 自在的做 這個時候 應該對 你再搞zn burns 你給我 你ujud 就麻煩你了 在那裡 你會新的 行為 人就知道 那些明文 你可以跟我們 開動 你不要再開動 那些明文 所以我經常去不擔 這個不擔這個國家叫快樂王國 幸福指數最高 那我發覺原來那邊不是有錢 而且那邊很快樂 我講一個比喻就好了 他們這個國家有什麼好處 所有的老人不用去老人院 為什麼 一個月給你三千塊 你只要去寺廟給我轉那個大金輪 然後就給你三千塊 所以每個老人 去那邊 轉金輪整個國家都淨化了 對不對 那國家給你錢 所以老人可能努力了 他們不是為了錢 他認為說轉金輪讓世界平靜 歐媽的一杯沒喝 然後國家就供養他 你功德無量 那所以他認為 這個就是人生的快樂 人生的快樂就是轉金輪 就像我們唸阿彌陀佛 就像我們去慈悲阿都可以 所以他叫快樂國度 因為不要求物質阿 不要求子女孝順阿 他說自己能夠把愛 因為每一個文化展現愛的方法不一樣 那我想 他們去轉金輪 他認為這個金輪每一道光 都會散出去 所以你轉金輪裡面 有一個咒語 然後就有一尊佛 出去利益眾生 他相信 他相信 所以有百千萬億的佛去幫助眾生 那當然 站在我們 除了觀想 那慈激更為大 直接去做了 所以 五百個人合起來 就一千隻手 對不對 五百個眼睛合起來 五百個人眼睛就一千個眼睛 就可以去救苦救難 但是 就我個人而言 我最喜歡 也最羨慕的 就是 直接跟病人在一起 直接跟受苦的人在一起 為什麼 那個時候 你才有感受 你才有感受 因為 談戀愛不在一起 怎麼談呢 所以我們 能夠直接去愛對方 慰問對方 牽著對方的手 我想 這個是黃金珠寶 比不到的東西 慈悲是鑽石 所以 能夠讓你找到生命之光 這個最重要 不過 因為 時間的關係 我一直看時間 我這個人可以講到天亮了 為什麼我可以講到天亮 因為我愛你們 如果我不愛你們 我看到你沒話講這就慘了 但是 我要說的是 我們每一個人 一定要經常做功德 來 唸下來 回向法界眾生 回向正言上人 回向所有法師 要不斷地去回向 因為你說 回向給 給佛菩薩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佛成佛樂 還要我們回向給他嗎 各位錯了 你把功德 回向你父母 你所得到的功德 多了幾百萬倍 因為父母是感恩的對象 你把功德 回向你的師父 那你的師父的功德有多大 那你又得到了無量的回向 所以就像各位我們去拜佛 為什麼拜佛功德那麼大 你用一杯水去拜佛 佛是無上福田 那你所得到的是佛的功德 所以佛佛要我們不斷地回向 但是最大的回向 當然在念是回向眾生 我們回向眾生 是回向他的心 因為眾生的心就是佛性 我們所做的一切功德 幫助他離開暫時的痛苦啊 貧窮啊生病啊災難 目的呢 佛教慈濟功德會 是透過這個世間物質金錢的幫助 希望對方找到他的佛性 佛性是不生不滅的 永無苦難的 如果用身體財富 那永遠在變化 世間沒有不變化的地方 但是透過因為我們是佛教團體 眾生究竟的快樂是什麼 念下來 體悟空性 做一個比喻好了 每個人都怕得癌症 為什麼你會怕得癌症 因為我有一個身體在得癌症 慢慢地摧殘化療很痛苦 你會怕 但是一個人如果找到一個 永恒不生病的生命 那就是我們的佛性 空性 自性 那是永遠不會生病的 所以是諸法空向 不生不滅 不夠不盡 不增不減 透過物質的 世間的關懷 希望他找到一個 永恒不變的 永遠不會被干擾的 永遠不會得癌症的自性 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 那在這一點 那當然 你如果找到這一點 雖然我們大家都很喜歡做善事 幫助眾生 但是呢 我們要安住在佛性 也就是說佛陀的覺悟一樣 了解 根本沒有一個真實我的存在 所有我的存在就是對方 就是你這樣 就是世界就是眾生 沒有單獨的存在 要體悟這個佛性 這個佛性不是說無我 而是 等一下 原來世界就是我 原來眾生就是我 因為 我們是 共同體 一體的 眾生就是我 我就是眾生 沒有單獨的存在 所以如果每個人都去找到這個佛性 簡單的說 就是 悲至雙韻 所以我今天去翁崇輝家裡 看他們佛堂就貼一個 悲至雙韻 是吧 所以 這個就是你本來存在的 如果你能夠達到這種空性跟大悲 所謂慈悲的本質就是空性 空性的行為展現就是慈悲 但是透過對方的苦難 痛苦啊火災啊水災啊 生病啊貧窮啊 我們物質上金錢上幫助他 但是要讓他就盡離苦 念一下 令諸眾生 必盡大樂 這個必盡 那就是讓他達到卑至雙韻的心態 讓他恢復他的自信 但是 什麼時候可以讓他找到這個呢 那是因為他在苦難的時候你去幫助他 他沒飯吃的時候你給他飯吃 但是他如何感受到這個空性呢 在這一點我要教導各位啊 那就是 達摩祖師說的 以心傳心 不立文字 當你內心自己 保持在一個慈悲與智慧 這種空性覺性的時候 透過這個對方就感受到了 他一感受到的時候 他就找到生命的方向 所以最後我要交代各位是 我們大家都在慈悲 但是 請不要把煩惱帶給對方啊 譬如說你去祝念 你剛好跟你們公子王家 你不要去祝念啊 你連老半天阿彌陀佛都在吵架啊 因為 你把煩惱給帶出去了 所以我這個人的特點啊 就算前一分鐘我被侮辱啊 我被強奸啊 下一分鐘我要去祝念 我那個時候是乾淨的 我那個時候我認為 那個過去心沒有問題 現在我要去幫他 那個最重要了 所以透過跟對方接觸的時候啊 把這一份自在的心 慈悲的心 也帶給對方 那對方他認為 沒有錢也可以快樂啊 這就是我常講 我是出家人 他出家人幹嘛 沒錢欸 對啊 我是出家人 沒愛情欸 那我比你快樂 當然 我並不是說出家人才可以 任何人都可以吧 把這個也帶給對方 那這叫必盡大難 但是你要把這個帶給對方 你不去慈悸就不行 你先要讓對方感受到你的體貼啊 要吃什麼 要用什麼 要關懷什麼 我們都能夠給對方 所以佛陀要我們 布施慈悸人入 這些要去做 最後呢 也要把般若智慧帶進去 這個叫悲至雙韻的狀態 然後一杯水也好 很多錢也好 讓對方得到圓滿的快樂 所以我想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最後帶各位回向好不好 然後各位就要發怨了 因為我從今天開始代表慈悸 反正就天天笑就對了 然後被罵也OK 我跟你講 不會沒有被毀謗你就不會更成長 所以沒有被傷害啊 那就是你要修行一定要降伏自我 降魔你越大的苦難 所以每次當我被燈抱子在罵的時候 我心裡就很爽 喔 後面有更大的可以做了 我只要保持接受安忍 不失慈戒百千萬億 還不如忍入一分的功德 還是保持平靜 誰來念一下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莊嚴佛淨土